AudioJungle 于茂怀于齐,1947年2月到10月在广德县曾当过八个月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于茂怀1902到1956年,自于齐,于飞,曾用名于先一,于茂德,一县成熙,林贤李商古人家,随父客居安庆,挂于茂继木肯行金字招牌,原配夫人金海斌,于茂怀又时只念过几年私塾,天赋好,又勤自学,口才好,通小诸子百家。 喜欢弄武枪棍,从一人呈大游练武防身,曾因胆大,用弹弓射中出庙会的官老爷的胡子,13岁就闯荡江湖,相继做轮船公司学徒,营商电车公司电工,商务印书馆,印刷工等,18岁加入以黄岩培为首的,由实业界和教育界人士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学校,1921年8月,于茂怀追随根据中共一大决议成立的,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道、邓忠夏的,被任命为中央上海执行部工运干事,1922年,于茂怀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成为上海工运的中间分子,即又成为中国工运的领袖人物,1925年,担任上海市总工会组织部长, 兼中共将热区委书记,参加组织和领导武萨运动,被选派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别动队中校大队长,1927年5月,任中共汉阳兵工厂特别支部书记,不久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认识了同时被派去学习的同学陈道西女士,由于志同道合,这对一见钟情的有情人,不久结为抗力,陈道西及老共产党员陈修良,1931年,曾任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秘书,1945年,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解放后任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顾问,1927年12月,于茂怀和刘伯庄,夏明汉,福, 向一被党中央指定为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于茂怀并兼任中共江岸区委书记,1928年6月,于茂怀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会上当选为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会后留在苏联和邓忠夏,王若飞,黄平,蔡和森, 一同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徐秋白,张国道分任团长,副团长,同时和邓忠夏担任驻职工国际代表,1930年8月,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召开政治局获大会议,决议成立中共中央航动委员会,总行委,于茂怀等21人,成为总行委委员, 1931年1月,于茂怀等14名中央委员,出席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选为中华苏维埃区域中央局委员,同年秋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代理委员长,继许多中共领袖人物被捕牺牲后, 顾顺章,向中发被捕叛变,于茂怀受命秘密离开上海,前回安庆,1932年9月,因叛徒告密在安庆被捕,随后叛变投靠国民党,1933年由张冲介绍加入国民党,1934年,任南京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组长,书记,1937年任国民党军委会别动对少将司令,1938年到1939年,相继任国民党, 第九战区少将纵队长,中央社会不可掌,三精团与支团组长,书记,重庆总动员会经济检查队长,第八专员,1940年任国民党中央工商运动委员会常委,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1947年2月,于其任广德县县长,7月,于其安奖进时将方创席电令,不知各乡镇每夜戒延,9月,国民党已宣朗广三县第九战区,第九战区少将纵队长,中央社会不可掌,三精团与支团组长,书记, 一方武装为基础,组成宣朗广边区联防指挥部,10月14日,国民党广德县党政军警联合机查处成立,10月18日,国民党广德县动员刊论委员会成立,10月,首都委数团和六师三师,所部,共三个引进驻广德,配合联防指挥部,清剿共产党及其武装,同年10月,于其因腿部摔伤,而离任, 据唐国平赤胆中魂,P322323载,县长于其,带领县大队到同瑞了解被郎广分工为直属武装连打垮的相工作情况时,在两条同心和交会的肖家滩上拱桥时,遭到许孟林所带广南武功队和张明,所带警卫班十多人伏击,从轿子里跳下来没有站稳,跌倒来伤了右边脚脖子,吓得魂飞破散, 由身材高大的卫兵背着金珠,冲逃到县城养伤,两个多月伤狱后就离开广德,接替者是王少仪,1948年,于其游吴开仙介绍在上海身心酒厂夜校任校长,建国后在上海中心制交场工作, 1955年因历史问题被捕,1956年因患高血压并故于上海监狱,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对他的复查结论称,经复查,于其解放前为人民做过一些工作, 他的历史问题,接放后基本做了交代,据此,1955年7月11日,将于其逮捕不当,现与纠正,作者系广德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宣承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